有一天,公主在城堡裏面出來了 她突然間見到一個仙子 然後公主就說 仙子,你可不可以幫我學一個願望 這個願望就是,我想去看小鴨 然後仙子就說,不如我們進皇宮休息一下 待會去看小鴨,很遠的水路 然後他們就進皇宮了 然後突然間,三個人突然間出現了 真是奇怪了,究竟為什麼呢? 然後呢,然後就是 的仙子帶了公主去草原那裏 公主問她,為什麼你帶我去草原那裏? 因為你吸收一下大自然 才說,因為你吸收一下大自然的新鮮空氣 就會好一點的 因為待會去看小鴨,很臭,很難聞的 接著他們就走了 那三個人突然間不斷跟著他們 然後呢,仙子就帶了公主去看小鴨 然後呢,然後呢,公主看到很多小鴨 然後公主就很開心了 她說,仙子,謝謝你呀 謝謝你來帶我去看小鴨 謝謝你 接著他們就走了去看小鴨 那三個人突然間又出現了 那為什麼呢? 原來,原來呢 他們都想看小鴨 所以跟著他們來 這個故事我們講完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